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的桃子东西上网了 不要把我还比 谢谢哥 谁放上水 我的 谢谢哥 有气风云啊 我去跟他们说了 我记得韩先生跟他们 其他的媒体也说了 有的摄像头是他们组委会 因为我看得到VG VG和泰坦他们在打的时候 他们的就是在呐喊什么的 我昨天在网站上我都看得到 但是那种我觉得就太过分了 我跟他们说他们还挺不容易的 他们说我们删了 我们删了 我们把圆删了 我说别人已经下走了 可以到别的地儿种种了去了 你们讨论了什么 我都不懂 肯定是全程啊 都被放了 这国土代BP是吧 对啊 他说怎么应对 然后怎么变化什么的 别人怎么选怎么变化 就你妈这训练的所有成果 基本上往外放着 早上打完了 我早就接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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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智商有问题 我刚才才听队员跟我说的 说那个我们打一季的那个班匹克讨论 被放到网上了吗 我觉得这有点无语吧 找他们了 找那个游戏风云 然后他让他们把那个删掉 他们现在只把那个 那个圆 叫什么圆头删掉吧 但是可能别人已经下载 种到别的网站什么了 可能一定有影响吧 反正影响我觉得会挺大的吧 嗯 他们说说可能是 可能是什么就是 小孩什么进去拍的 因为 因为我们我在进去 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会进去 会说一些东西嘛 会讨论嘛 讨论完了之后 就是他们lobby了 然后开始了我就要出来嘛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其他媒体在里面 我出来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拍 好像前面跟跟三冰说过吧 说要进去拍 三冰说say no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又拍了 拍了之后 又把声音给给收进来了 然后又发了同期声的这种文件 我觉得影响一定挺大的吧 就是因为我们在游戏打一季嘛 一季难打嘛 我们昨天也做了准备 然后这都是属于很长时间的训练成果 然后对这个一些ban peak的理解跟应对 当然可能每个队对每个队的ban peak的理解应对不同 但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思路 如果这些主线被摸透了 或者摸到一两条的话 就是有尾巴拿的话 会对我们很不利吧 我觉得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说的吧 就是职业操守是一方面吧 再有就是不说大家是不是中国人吧 做事情可以稍微动着脑子灵活一点 这些东西是一方面的 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些东西是这些东西